辽宁南篮在扎达尔锦标赛的第二场比赛中,面对德国联赛竟旅败人慕尼黑,以43-79大比分失利,这是继小组赛首战以44分之差,输给莫斯科中央陆军之后, 辽宁南篮接连两场比赛遭到惨败,欧洲篮球网在报道这场比赛时,使用了摧毁这样的词汇,来形容双方的实力悬殊,可以说,辽宁南篮扎达尔锦标赛的两战,正是欧洲篮球与亚洲篮球之间差距的体现,而目前,辽宁南篮可以说能够代表亚洲篮球俱乐部的最高水准,小组赛首战, 面对俄罗斯净旅莫斯科中央陆军,包括郭艾伦、韩德军、杨明和李小旭等多位球员都未能出战,刚刚归队的两大外援哈德森和巴斯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时间,辽宁南篮最终以46-90大比分输掉了比赛, 第二场对阵败人慕尼黑的比赛,辽宁南篮在阵容实力上有所提升,李小旭回归到轮换阵容,哈德森和巴斯也更多的承担了攻防任务, 但是在欧洲强队面前,他们仍然是以43-79败下阵来,遭到两场连败,两场比赛惨败80分, 不只是辽宁南篮的尴尬,更是亚洲篮球与欧洲篮球差距的体现,辽宁对阵败人慕尼黑这场比赛,双方的差距可谓是全方类的, 欧洲篮球以团队配合默契,整体进攻强大为主要特点,败人慕尼黑全队共有24次助攻, 相比之下,辽宁南篮在欧洲球队的钢铁防线面前,全场只送出了5次助攻, 投篮精准是欧洲篮球的另一个法宝,败人慕尼黑全场命中了实际3分,命中率达到了38%, 辽宁的表现则非常糟糕,他们全场15次3分出手只命中了2球,命中率仅为可怜的17%, 而另外一项尴尬的记录是,辽宁南篮在对手严防之下出现了多达26次失误, 辽宁南篮在扎达尔锦标赛上的惨败,仅仅是欧亚篮球之间,巨大差距的一个集中体现, 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中,亚洲篮球也很难具备足够的竞争力, 2016年的礼遇奥运会,进入奥运会前8的球队中,除了获得冠军的美国南篮之外,其他全部7支球队都来自欧洲, 而唯一一支亚洲参赛球队中国南篮,则是5场比赛全部失利,排名倒数第一, 2019年南篮世界杯,将有7支球队代表亚洲出战,而欧洲区则获得了12个参赛席位,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两个大洲篮球水平的差距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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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